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将来云航将将卡真文比赛 得奖结果公告了 赞点饿怕你一个月可以多赚一百多块钱 一年你可以赚多久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就是我们之前分享过的真文比赛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真文比赛这已经好老套了 现在还有人在玩这个吗 没错,就是我还在玩这样子 这一次有20个人来参与活动 这20个人我们第一阶段就是已经赠奖了 参加奖都已经给了 现在是第二阶段评审结束 要来公告结果了 第二阶段就是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做投票 投票的分数也会以比例来计算在里面 我们稍后会解说 现在就是说我已经把大家20个人 20个入围参赛者的资料我都看过了 然后我也做完完整的评分 现在已经选出了减三名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讲一下计算分数的标准 其实就是20%是观众票选的结果 剩下的40%是照片 剩下的40%是文字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100% 我们这一次票选的人 因为有60个不同的人投票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投三张票 如果你是参赛者 你来投票你也可以投一票给自己 然后另外两票投给别人 大家都很乖 每个人都是投三个不同的人 那就代表说什么 其实这样的投票机制 就会让大家认真的去看别人写的文章 而不是永远都只投自己 那这样子的话 别人的文章才有可能被看到 你大家才有比较深入的参与感 所以我的设计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得票数是 比如说60个人里面 你拿到了30个人认可你 你拿到了30张票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 我们20分里面呢 你可以拿到一半的分数就是10分 但如果你60个人里面 60个人都投你一票 那你就可以拿到完整的20分 这样子 所以这有点困难 因为我后来看过 大家最多最多 就是有多少人投同一个人呢 有19个人 所以你这样算下来的话 其实你的分数 你不会把20分全部拿掉 你拿到的分数反而会是6.3分 对吧 如果你拿到了是20个人的话呢 你就会拿到20分的三分之一 对 所以这其实有点难 但是呢 没关系 决顺的重点是在于图片跟文字的评选 那图片我是怎么做评审的 很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求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做发布 所以我会用的是一般使用者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他对我的吸情程度 我来决定给予高分或者是低分 那另外一个文字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我在划所有的贴文 FB或是IG的贴文的时候 我看了这些字 我会想要停留超过三秒以上去阅读内容的 那他就会是高分 那如果你写的很官方 很知识 那当然人家一下就划掉了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思考 你平常在划的这些社群媒体 你都怎么去看别人发表的东西 你觉得好看的东西 你要写出来 人家也觉得好看 这样你才会拿到高分 所以我们这次的考验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等于是 我是希望大家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网红 在跟你身边的亲友介绍这个产品 但是你又不能够太业配 因为你太业配 人家一下就划掉就不看了 那你当然拿不到分数 所以这一次第一阶段有来参加的人呢 其实我都已经有稍微第一阶段的筛选 那真的写的很烂的 或者是很废的 我就直接筛掉了 所以这20个其实都已经算是 有60分以上的水准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 让大家再来做投票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前三名 我已经计算出来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 资讯栏下面的这个连结 我有公告了 那我也会在我的blogger 就是把我的评语 全部都公告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得分跟评语 你就可以借此来做一个自我的检视 如果你觉得你写的不够好 你也去看那些高分组 他们是怎么写的 就可以稍微做一个揣摩这样子 那我们这一次前三名呢 他们的奖品 第三名是300积分 第二名是500积分 第一名是88888积分 你不拿积分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兑换8888元的LINE礼物 你可以去里面挑选商品 然后呢 只要刚好足够我就会兑换给你 所以这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奖品 那我们先从第三名来做公告 第三名呢 其实他是这一次的这个参赛号码的入选第二 就说小到PS5 大致房子 只要可以刷卡就给你回馈 这是杨叉琦先生 他拿到的分数是总分75.7分 那我给他的评价是 他用PS5作为拍摄的这个道具 其实非常的吸引人 我们都知道PS5因为黄牛的关系 你可能现在还买不到 但是他就拿到了 所以就会吸引人家的注意力 那第二个就是 他的内文的文字呢 清晰易懂 所以呢 这个易于阅读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会给予比较高的评价 所以他的照片我给他38分 满分40 然后文字信达雅的程度呢 他拿到了35分 满分也是40这样子 这一次有多少人投他呢 有60个里面有8个投他 所以你这样比例算下来 他只有拿到2.7分 但他这样子算一算 也拿到了75.7分的高分 所以观众票选 有没有很大的比例 在影响你的作品 影响你这次的排名 其实还好 但是你的文字跟照片呢 其实反而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我只是要来一个参加奖而已 但是你不知道 其实有些人真的是很厉害的 那讲完了第三名之后呢 来聊聊第二名 第二名这个是入选第12 叫做将来会更好 这个是林差珍小姐 他拿到的分数是79.7 说实在 他的分数跟第一名只差了0.3分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天人交战 先讲一下他得票的 这个观众票选数字 他得票数是14票 在60个人投票里面呢 大概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 都是选上他的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 蛮不错的数字 就代表说前三名 其实也都是有蛮多人选 再来我给他的分数呢 照片的拍摄精彩程度 我给37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仅自己入境 他连他的小朋友也带进去了 所以就是大家去吃饭的时候 吃火锅 然后请小朋友拍张照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算是蛮用心的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在看这些 社群媒体的东西 我们要看的 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如果你都是一些商品 你没有本人出来的话 其实大家会少那个连结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要当网红的话呢 你还是要露脸 我说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对于这些肯放自己的脸 正面照出来的人 尽管我戴口罩 我还是给予比较高的分数 所以我就给他37分的部分 他的确是 比较有用心在处理照片的部分 那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 他文字的部分 怎么说呢 他用的是 明天会更好这首歌 他把它重新编写 一首将来的歌 所以他的歌词 就是他的作品 那他就是拿那个 明天会更好的字 然后套进去将来的优惠 这样子做了一篇文章 这大概也要花好几个小时去想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会令人家就是眼睛为之意料 所以我给予他的是38分的高分 因为我们这次满分40 我没有给到40分 对 但是呢 他拿到的是 应该是最高的分数 38分 所以加起来是79.7分 虽然说跟第一名差了0.3分 就是隐恨 但是呢 这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也是我给予非常高分数的原因 那我们来讲的是第一名 第一名的话呢 是入选08 这个刷卡拿高回馈的同时 也拿到高利火储 这如同世纪之谜 点点点 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林X号先生 那他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的这篇文章 他没有做一个标题 他没有写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 他其实一开始就内文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作品名称 我把它放那么长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提供一个标题 所以很可惜 但他的总分是80分 就是所有的作品里面 唯一突破80的 好 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得票数有18票 也就是60个人投票里面 有18个人选择他的作品 很棒的 好 所以呢 这个也算是有经过 所有的相名认证的 那再来 照片的美观程度 我给予他40分 为什么 因为他用的是鬼灭之刃的梗 他把它 可能请他老婆吧 就是拍了几个动作 那可能是拔刀 或者是拿信用卡这样子 然后呢 他事后呢 再把它做了很多的后制加工 比如说放图啊 然后打上字啊什么的 所以他这一块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用心 我也觉得 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作品 其实是我觉得很 是主办单位 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代表有人真的很认真 参加你的活动 他也很认真的想要 把这张卡片 好用的地方传达出去 虽然我们知道鬼灭之刃 他可能今年已经 不是那么风行的卡通了 但是其实去年前年 大家都还是很认真在追啊 所以真的很不错 所以这我给予很高的分数 那文字的部分呢 因为他的标题 没有特别写出来 所以我扣了一点分数 但事实上呢 他的文字的表述 他其实有用什么 卡之呼吸 第一试 第二试 第三试 第四试 他也是 第四试 他也是用了卡通里面的 那种几个招式 然后不断的进化的方式 来跟大家解释 这个产品的优惠 这个是非常非常用心 而且 有用过头脑去想过的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平补指数 跟你讲说 这卡有什么优惠 这样子看 大家会觉得比较野配 但是他这 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来做分享 我甚至会觉得说 如果我把他这一招 就是学起来 然后我自己也拍了一组 一样的 然后写了类似的文章 其实社群成效 会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给他 非常非常高分数的原因 因为这的确就是 大家想看的 对 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好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就选出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可以拿到 8888基分 那他也可以把它换成 就是赖礼物的奖品 带回去 这个恭喜林先生 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这一次 20个人里面 有非常多人拿到的是 超高票 19 这个得票数 能够拿到19票的 其实都已经是 很多人都觉得很棒的 那这些人呢 我在稍后 也会公告 然后大家呢 就是 人气奖 拿到19票的 这个就是人气奖的 拿到19票的两个人 所以这两个人 虽然说他没有入围 前三名 但是呢 他们一样可以跟我拿 很不错的好理 那这个很不错的好理 是什么 请大家就是 来看文章就知道了 这个我们到时候 也会一起在我们的 粉丝页上面去公告啦 好 那这一次的活动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付出去的成本 可能不到三万块钱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获得的社群成效 跟关注度 其实是很不错的 因为毕竟 这种东西说真的 你可能会觉得是业配 或者是人家给你钱 叫你做这个活动 那实际上当然是没有 是我自己突发奇想的 想做的活动 那大家不要小看 就是每一个人的社群圈 你其实身边 都还是有些亲友 你在你自己的 Facebook上面去发文 或者是你的IG去发文 其实或多或少 都是有人看到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可以做到 所谓的母鸡带小鸡 然后让更多人去 使用江南银行这个产品 这个也是江南银行 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所谓的社群渗透度 一般人可能比较难 去做到的原因是 你没有办法再去叫你的 亲友已经上车的人 再去找你身边的亲友上车 对 但是KOL 他就可以这样去做到 他可以就是透过活动 或者是行销 然后邀请他的粉丝 来参加活动 那他的粉丝呢 可能会因为信任这个KOL 或者觉得这个产品 真的很好 进而愿意去拍照 或者是写文章 花一点时间去想 然后去发文 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 举办这个活动 最终的目的 就是希望 透过口碑行销的方式 把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因为它毕竟是好的东西 这样子 那我们不免得出的 还是要来跟大家 就是复习一下 这张卡片 到底有什么好康 最简单的就是 刷卡有5%回馈 每个月5000块以内 可以拿到250N点 那这250N点 你可以在下一次消费的时候 你就开启点数折底 那你下一次只要消费 超过这个数字 你的点数就会全部扣掉 然后换成现金到你的账上 那等到三天后 厂商清款 这钱就会被扣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现金回馈来使用 那甚至你绑定在 大家最常使用的 行动支付上面 也是有回馈的 比如说LinePay 然后加勒服APP 拍钱包 中油Pay Open钱包 MOSAPP 或者是麦当劳APP 其实刷卡一样 都是有5%的回馈 那比较特别的是 橘子支付他们这一次 大概在11月中旬的时候 他们偷偷的打通了 就是他们可能 好像系统有做串结 所以大家在随便弄 随便绑定的时候 忽然间网友就说 绑定成功了 那绑定成功代表什么意思 你就可以拿去做消费了 那甚至我们都知道 橘子支付在超商所做的缴费 也是算回馈的 那我自己就真的跑去试试看了 我真的拿去缴电费 缴3000块钱 真的有回馈 就拿到150的回馈这样子 所以我就赶快发帖文 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张卡片 在2023年的3月1号之前 你都可以绑定在橘子支付里面 去超商做缴费 或者是在APP里面做缴费 都是有回馈的 不过还是有个不好的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橘子支付决定 在明年的3月1号之后 所有在超商跟APP里面 都不能够进行缴费了 所以你只能够把握 剩下的这三个月 想缴就赶快缴了 甚至我在FB上面 还有看到就是 有粉丝在我下面 就是在我的贴文下面讲说 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发生 所以我已经缴了5万块 进去我的电费 我想说天哪 他到底是有病吗 就是怎么会 未雨绸缪到这种 这么极端的境界 这5万块钱 你放在高利活储里面 比如说你放在 将来银行的活储里面 有3.2% 3.2%你一个月 可以多赚100多块钱 你一年可以赚多少 都已经赚了1,2千块钱了 结果你居然把它放在 台电的系统里面去 那可是一毛都不会生利息的 我觉得这就有点太过over了 所以你们可以把握这三个月 然后家里面有水电费的 就尽量缴 但是之后 你就用其他的通路 来做缴费就好了 你就不需要一定要这样子去预缴 因为预缴那么多 真的觉得真的是太crazy 好 那跟大家分享完 这个将将卡之后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现在还有什么上车的MGM好康 大家其实可以想想 本团 我们目前已经有 大概4100人上车 不过我的粉丝页有10万人 这就代表说 其实有更多人是没有上车的 所以我还是会再跟大家不厌其白 分享我们的优惠 如果你听一听 听到这一集你忽然间觉得 我可以上车 那也非常欢迎你赶快上车 因为本团还是会持续不断的举办 有趣又好玩的活动 那要参加的前提 就是你必须是本团的成员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团的话 你是没有机会参加接下来 我们所举办的有趣的活动 包括可能有证文比赛2.0之类的 你都没有机会参加了 这样子 那现在呢 就是输入宝可梦的推荐码AXKZE 你就可以上车了 上车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200N点 或者是选择100N点 再加上爱尔达的 这个氏族赛的观看序号一个月 你可以选择两个好里二则一 但是如果你是用其他的推荐码 或者是其他活动的行销代码 那你就不能够 拿到本团的跟团好康 本团在2022年的12月15号之前 上车人数达到5000人 我们就是积分翻一倍 那之前就是 好像是在10月中之前吧 就是有举办一档 叫大家就是满4000人 可是那时候好像3800就停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的门槛只会一直往上加高 所以大家如果要冲12月15号之前 就是跟团 然后拿50翻一倍 就是100积分的话 请你一定要赶快上车 然后在 现在剩三个礼拜嘛 12月15号之前 本团满5000人 我就会请正巧小天使 每个人都是把他发100积分 这样子 但至少50积分你是一定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一起上车的 那我们结论来讲一下 就是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所以一方面除了是推广江南银行的产品之外 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就是当网红 然后当部落客去写这个贴文 我相信应该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尤其是你们看到我跟大家所写的评论 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蛮严厉的 如果你去看我的文章 你就会知道 我是用比较高的标准在看待自己的作品 但是当我当主办人 我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呢 我也会用一样的标准来看待大家的作品 所以大家的东西如果写的比较随便 或者是比较不符合这种社群在看的规格 那你的分数就不会高 那我也有写出原因了 就是这是一个社群当道的世代 尤其是大家每天都会看FB 每天都会看IG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其实看了十几年了 你应该有一点心得了 所以你来参加比赛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转换你自己的态度 或者是转换你的方向 变成是一个创作者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未来会不会有帮助 但是我相信大家经过这一次的洗礼之后呢 也许将来你要发贴文 给你的亲友看的时候呢 这对你来说可能或许会有点帮助 那如果你人是跃跃欲试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记下来 你自己发文看看 我相信你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心得 毕竟你在场外看 你永远都不知道人家怎么玩 但是当你进去场内来参加比赛的时候 你就知道人家是怎么玩的 那也许你对于其他的KOL 或是其他的部落客发的贴文 你就不会有那么严苛的标准 因为你会知道说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大家参加一个活动 可能可以想个三天五天 可是对于这些社群的经营者跟创作者 他们是一天要发三到五篇 对如果你比较疯狂的话 你是这个样子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透过这个活动 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去磨练一下自己的文字技巧 或者是想办法去让自己的摄影技巧变得更好一点 毕竟每个人都有手机 那每个人都可以拍照 但为什么有的人拍照拍出来 分数就是特别高 但有些人拍出来的照片 我还记得有一个粉丝 他其中某一张照片是 他拿的加拿卡是黑色的 然后他在晚上的时候去就要在外面拍 那可能手机的画质也不好 然后他整个是糊的 我就在想说 这个东西你把它放第一张图 那我也看不出来这什么东西 我看了老半天 他说又下次好像有一张江江卡 你说我要怎么给高分呢 那对于其他人 像也有粉丝朋友他们分享的就是 他在加油站里面拍照 加油站里面是很亮的 那他的卡片就在加油柱旁边拍 那都很清楚 所以这不就是高下立判吗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说 这只是一个游戏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比较正规 或者是我自己发提我的标准来看 其实很多都是不OK 也希望大家就是透过这个活动 那你也可以去想一想 或者是试试看 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体验 那未来如果还有其他的活动的话 我们一样会在粉丝页上面去做分享 也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活动 然后把最大奖抱回去 好吗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页私讯我 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斗内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